這個星座排行榜是跟天王天后有關係 我們這個講的當然是你自帶這個氣場 自帶這個光芒的前三名有哪些呢 我們天蠍座也有林青霞好嗎 天王天后 也有你啊 就是 你就是啊 沒有啦我 你是 我專家啦 你是專家界的天后 對都有 我挑了一個人比較少的賽道 那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來做一個測驗心理測驗 這個測的是你最想抹去什麼記憶 我們剛剛說你最想回到什麼時代 可是我們也有想要抹去的記憶 那很簡單就是我們這個測驗就是看 你要用哪一台相機拍照 我們現在眼前有四台相機 好所以A是沒有閃光燈 C是有閃光燈 然後B是有特別的顏色 D是玩具相機 每個人來挑一下 你想要哪一台相機拍照呢 我想要C 嗯 你也是 C 因為這是我們想抹去的記憶 不要擔心 你看起來很擔心 怎麼了 會不會錄完這一段 我們剛錄的都被抹去了 這麼快就抹去了 OK 我跟君毅是C 阿新梅 那我選A好了 我試試看 OK A 我選A 好選好了嗎 下好離手喔 好選到A的話呢 那你就是跟真心梅一樣 你想抹去的是喝到爛醉的記憶 好耶 好耶 是你有喝過爛醉嗎 有 真的喔 金鐘獎那個時候 就那時候 電視台就辦那種慶功宴 哇 一堆人來跟你敬酒喝到爛醉 然後爛醉之後呢 還好那時候我結婚了 我先就把我載回家 你知道我隔天起來 我不知道我衣服怎麼換的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洗澡 我居然還是洗香香的 才知道說原來是我先生幫我 換衣服幫我洗澡 哇賽 那老師有先生 如果是一個陌生人幫你洗澡 洗香香呢 完蛋了 要一身相許了 不行 太恐怖了 OK 那選到這一項為什麼是這個答案呢 我們來看喔 果然是獅子座 你是一個很在意外在眼光的人 也就是俗稱有藕包的人 有沒有 難怪會想把生意做好 想回到過去 對 因為如此 你只要想到你曾經喝到爛醉 失態 就覺得自己人設都崩塌 所以浑身不自在 甚至無法好好專注做事 就是做不好的 失控的 你受不了 你想抹去它 對 所以這一生你都要好好的 抓準你的人生方向盤 好我們來看 選到B的同學 你其實想抹去一段童年回憶 那是塵封在你內心深處 從來沒有跟別人提起的黑暗記憶 那一段不愉快始終影響著你 最可怕的回憶總是在你不知不覺的情況左右你了 所以建議你要勇敢的正面迎擊那一段過去 才能真正告訴自己已經過去了 也才能放下 才能放過自己 那C 那就是我跟俊逸了 我們想抹去跟前逸總總做完 我同意 你呢 我跟你講我今天來的路上 我等一下 我先等一下問俊逸 好好好 我來的路上 我才跟別人說 我為什麼要自公 就是因為我就是那種野蠻女友 我就跟他們講 我說幸好那個時候沒有什麼狗仔隊 我可是在路上會拿安全帽打男朋友的人 是喔 他外遇被我抓到啊 喔那要打 對 該打 他又來解釋 然後他的解釋又非常扯 然後最後還變成是我的錯 他說他說謊是因為我很兇 所以他要說謊 我就更兇 這一切都過去了 然後我覺得真的是蠢壁了 我怎麼會看上這種人 然後怎麼會讓這種事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我的反應怎麼這麼白痴這樣子 所以我非常的想抹去這段記憶 我都這麼誠懇了 我都這麼誠實了 我跟你講 他全講出來了 我現在非常享受一個人的 就是單身的生活 這麼苦喔 因為 聽到我可以享受單身了 沒有因為 以前談戀愛的時候 我都付出太多 沒有好下場 都沒有好下場 你現在單身 很久了 多久 小時候的事 10年有 確嗎 10年 因為我會覺得 你還很年輕耶 你這麼少志工幹嘛 我覺得單身越久 年紀越大 就越難 就是脫單 因為你的個性就會越來越難 越來越難磨合 對 然後以前我真的是會 你也知道摩羯座其實很有個性 可是我以前是會為了另一半 放掉個性 對 可是久了之後 你會在這段感情裡面 沒有自己 對 然後那個很不健康 哇 你居然在感情裡面 這麼的放下自我 我跟你講 摩羯如果放下自我 他是 太在意了 那你也要懂得珍惜 不然 他就會做回他自己 你也 跟前任種種 是我們想抹去的 你是一個對待感情 非常認真付出 義無反顧深愛的類型 那經過幾次的衝動 沒有好結果之後 造成你的內心傷痛 而不敢去愛 你總是想遺忘當初愚蠢的自己 沒錯沒錯 我希望你正視那些過去吧 因為那是成長的過程 世間的緣分是很妙的 時間到了自然就會散 所以你也不要覺得那是你愚蠢 好選到D 玩具相機的 你很後悔想抹去學生時代的舉動 學生時期是許多人的美好回憶 但對你而言是曾經受傷的過去 但你要知道時間是不能倒轉的 既然知道當初的舉動會造成後悔 從今天開始就要努力 做到問心無愧喔 學生時期 好我們來看喔 我們最後有一個星座排行榜 這個星座排行榜是 跟天王天后有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是 藍寶石大哥廳 當時的天王天后 或者是在那個巨星時代 天王天后有哪些星座 最有資格呢 等一下這個名單一出來 你一定能夠想到哪一些星座 我們這個講的當然是 你自帶這個氣場 自帶這個光芒 前三名有哪些呢 我們天蠍座也有林青翔 好嗎 天王 也有你啊 就是 你就是啊 沒有啦 你是 我專家啦 你是專家界的 對都有 都有 我挑了一個 比較容易成為天后 我會說話 天王天后的前三名 第三名 天秤座 多才多藝 能文能武 剛講的劉德華 梅艷芳 關芝林 你看剛剛富豪排行榜也有天秤 對我剛剛想厲害耶 天王天后也有天秤 你看又是富豪 然後又有那種自帶光芒的那種氣場 而且大部分天秤去男美女 光這一點就吃香 大部分 大部分 好第二名 獅子座 獅子座 哇 站上舞台閃閃發光 除了新梅以外 還有張惠妹啦 我們剛剛講的鳳飛飛 對 你們真的要去搜這個人喔 他真的很了不起 他舉手投足充滿魅力 而且他們都是愛唱不唱 懂嗎 可是他隨便站上去 就是一個句子 100分 110分 然後你只有遺憾說你為什麼不唱了 真的很過分 就說退就退 獅子座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要去做生意 告訴我 你們在想什麼 你們想把最好的身影留在那裡就好嗎 有另外一種目標 我想會突然會不想唱 一定是人生有另外一種目標 是他想要去達成的 比如說生小孩嗎 結婚嗎 還是什麼 別人我不曉得 但我是想要去用一個 做生意這一個 比較固定的一個金流 但是我這個賺的錢 還不是要滿足自己 或家人 不是 是我想要幫助一群人 對 是自有偉大化的傾向 自我偉大化的傾向 對 想要去做更大的事 對 那雖然說事業目前是沒有做了 但是我目前就是用唱歌的方式 想要去達成那個目標 所以現在唱歌跟以往唱歌的目標是不同 我上身是 所以你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做 你也在 我相信我也是有你說的那個 想照顧一群人 對 然後很多人就會說 你騙人什麼的 我心裡想我都已經做到 我每一個資訊都是免費的 你們到底還要說什麼 真的很多人說什麼 怎樣我就不看你 我心裡想看你不看 就不要看了 對啊 好第三名天秤 第二名獅子 我們來看第一名 哇 摩羯座 怎麼可能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講 因為摩羯要的不是錢 摩羯是要把事做好 所以你們雖然不是富豪排行榜第一名 但你們可能就是 最有光芒的 對 我舉一個例子 李文 當之無愧的天后 而且 我發現所有的摩羯座 你只要看它的故事 都是千瘡百孔 比如說我印象中還有一個摩羯天后 唐納 唐納 或謝金燕 哪一個不是被車撞過 車禍什麼 撞斷腿啊 然後 蟲竹啊 然後帶傷上台啊 摩羯身上都是這種故事 都是那種破碎之後再拼起來 然後帶著傷痕 可是毅然堅毅 就是 因為你好苦的一個星座 可是 也因為這個苦 他們創造了奇蹟 所以你的失戀是好的 其實我覺得失戀不是太 太受苦的事情 你有被撞破嗎 他印記有沒有 有被腳踏車 你算是有點幸運的喔 但我曾經被冷凍很多年 這也很苦 這很苦 這很苦 9年沒有辦法發片 這很可怕 這麼愛唱 對 然後又沒有舞台 9年欸 可是你也沒有和解的意思 嗯 什麼東西 職場霸凌 職場霸凌 就是在 是同年紀的人霸凌你嗎 在長官 你不是有長輩員嗎 那個長官 很沒有 後輩人 你所謂的千瘡百孔 我倒不是真的被車撞 或者是 生理上面的 我懂我懂 而是 的確我 因為可能 太小就出道了 真的看過太多光怪露凌 狗屁倒灶的事 好的好的 沒關係 我們無所謂 因為我們想抹去的 只是戀愛的回憶而已 對 你那個不算什麼 魔戒還有誰啊 其實我覺得 齊琴 齊琴 周杰倫 對對對 對 金凱瑞 金凱瑞 那個痘痘 痘痘先生 痘痘先生 對 你看魔戒有非常多的天王天后喔 其實我剛剛在後台 我就跟 Gi講說 我覺得他就是有一種很 某一種很特別的氣質 就是 就是明星的氣質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啊 我沒有啊 我說明明你就有 就是人家看你 會覺得你就是一個明星 自帶光芒 他剛剛還說 我不想化 我沒有化妝 因為我剛剛說 你怎麼那麼黑變黑了 他說我沒有要化妝 我說為什麼 你是看不起我們網路節目嗎 他說不是 是因為 我覺得 很有自信 對 自帶光芒 未來的天王 不是 現在已經是天王了 但是未來 就活得久 成為傳奇 才是摩羯要的吧 對對對 他要的不是錢 成為傳奇 也是可以給我錢 不反對 我也會蠻開心 好啦好啦 你希望你們票房好 當然 薪水會高一點嗎 好 那當然 OK 因為未來還有第四屆 第五屆 藍寶石大哥 聽 會想來台北辦嗎 還是只能在高雄 藍寶石是高雄 他就會在高流 他就會在高流 所以其實這一次買票 有很多都北中南 對 就是大家下來 特地下來高雄看 對 而且高雄現在變得很漂亮 而且我跟你說 這一次他真的超貼心的 他就是8月3號那一天 他就是晚上6點 然後8月4號是下午 他讓你有更多的時間 你看完8月4號看完秀 你還可以到高雄去吃飯 吃吃喝喝玩一玩 高流是在一個很棒的地方 但就在國二附近 對 你就可以在那邊 一口氣把那邊玩屁 對 然後也不用周車勞動 不用 我高雄人 大家推薦大家那一天來 這兩天來高雄玩 對 8月10號 8月10號 8月3號 也剛好是暑假期間 對 然後如果你想帶自己的 爸爸媽媽來回味一下 或自己去 親臨感受 然後享受一下 又有舞台劇感覺 又是演唱會 然後又有歌廳秀 現場點歌 然後又可以看到好多故人 看到終身帶新生帶 這個太有趣了 而且不是拼盤喔 對 來感受一下 什麼是獅子的魅力 巨星的魅力 好啦 謝謝兩位 謝謝兩位來宣傳 謝謝老師 然後也希望大家來參與這個活動 唐啟洋談心事 下個留言 拜拜 拜拜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施明帥 我是周厚安 邀請大家一起看我們的戲 聽海勇 想知道十二星座在逆境中 如何絕處逢生 8月5號到8月7號 請鎖定 YahooTV 龐啟洋談心事 Yahoo